今天聽到的幾篇讀經裏面 尤其是在第一篇裏面 聽到《韋該雅先知書》裏面有講 他說 北法勒大的白冷 你在猶大群一之中是最少的 但是由於你為我生了一個統治意識的人 而他將來是最偉大的 有上主的能力 有上主的天主的名的威權 目放陽魂 他必有大權勢直達地極 今天我們慶祝著我們教會裏面聖母馬里亞的誕臣 是我們總堂的主寶 而今天亦都有幾位我們兄弟姊妹將會領堅陣 在這個慶祝裏面 但是由於我們在這個風災之後 這個慶祝 我們都是圍繞著只是在彌撒裏面 而在這裏想回一下 很自然的 想回一下就是聖母的誕臣 而聖母的誕臣 我希望大家認住兩樣東西 來作我們一個的檢討 首先 聖母馬里的誕臣是開始了我們救恩 是天主的救恩史 可以說一個隆重地開始 他的誕生 因為天主揀損了他 已經能夠二註善了他將來 能夠有聖母領報 能夠孕育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但是正如剛才聽到的第一篇讀經裡面 一個的誕生是由一個寶寶仔 但是這個寶寶仔就好像剛才聽到一樣 是最少的一個 甚至想回一下耶穌基督的誕生也是最少的一個 但是他由小變成為最偉大的 這件事就是 我第一件事想要求大家 來注意一下 來檢討一下 而同時間 也都在集討經的時候 你都聽到 你以著聖母馬里的丹臣 揭露了救恩的曙光 體驗了救恩的來臨 而能夠日益生活在基督所賜的平安之中 基督賜平安 在這個平安裡面 我們想找尋一下 究竟天主耶穌基督賜的平安 是怎樣賜給我們的呢 基督賜給我們的平安 原來 看回一下 是由些細小的事裡面 好像剛才聽到一樣 那個的白冷 在群一之中最少的 但是將來 能夠成為最偉大的 所以 天主賜給我們平安的道路 不會是突然 或者行雷閃電 或者是一個風災 或者是任何一些東西 而是在最小的事上面 所以在這些小事上面 來的就是平安 這些的細小 是指什麼呢 這些的細小是指 謙虛的 這些是謙卑的 好像個小朋友一樣的 你聽到為什麼 耶穌基督不喜歡小朋友 小朋友到我面前來 而他對所有說 這些的小朋友 才是進入去天國的 大人驕傲的 認為自己能夠的 進不到天國 這些所以 反而 在這條的道路 就是細小的道路來行走 平安都是 所以 所以你聽一下 瑪利亞的謝主曲 在裡面的 我的靈魂讚頌上主 萬世萬代都稱我有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垂固了我的 卑微的使女 一個婢女的卑微 而他 用他的大能 能夠推翻所有的權力 所有驕傲的人都推翻 而救援了最弱小卑微的 這些就是 天主所選出來的 一條道路 是謙卑的道路 由於這個 這麼細小的 這麼謙卑的 帶出了的 就是平安 剛剛相反 凡親一些驕傲的 想渴求做大事的 你會發覺 所帶來的就是憂慮 帶來的就是 很多很多 慘痛的事 這些就是 原來 天主給我們的 一條小小的 道路 神嬰的小道 帶來的是平安 第二件事 天主的道路 帶給我們平安的 就好像剛才 在福音裡面 的長式 剛才我們讀的是短式 而在長式裡面的 是指耶穌基督 可以說的俗譜 俗譜是怎樣 由這個生那個 那個生那個 那個生那個 這個代表著什麼 很多時候 你們一看到那段 的時候 馬上跳了去 不看的 因為太長 有什麼意思 哪一個 讀上來中文 還很缺口 但其實有意思 為什麼這本福音 都要說它的俗譜 這個就是 指天主的計劃 是指天主 是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我們肯走 但你發覺 在這些俗譜裡面的話 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罪人 有些是聖人 大家還記得嗎 天主所下的雨 降下去 二人 也降下去 罪人 天主容許住 在我們的人類的歷史裡面 到底重要是什麼 是和我們同行 同行 所以這件事帶出了 就是平安 這個是天主的道路 除了是弱小 卑微的道路之外 就是同行的道路 天主和我們一起走 這個給我們 無論我們犯了罪 無論我們有時跌倒 無論我們有時做了很多善功 無論如何 是天主和我們一起走這條路 而不要忘記 在這條路裡面 是一直走 不是好像 現在 你說的很多東西 好像是拿著 我們的信仰 不是一支神仙棒 立刻說 突然間 我們就可以成成 不是 是藉著 一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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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走 所以我們如果年紀越來越大 邁向著生命的終結的時候 我們要很開心的 我們不要埋怨自己 經常都一路一路一路 年紀大 一路一路軟弱 但是我們邁向著的是什麼 是邁向著的就是 將會完成 完成了 所以我們各位要預備 所以我們看上來 看看年輕人小朋友 好像很虔誠 不是的 騙你的 要等他年紀 要年歲才能夠 試驗到他出來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兩點 希望大家來反省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天主 在歷史裡面 跟我們同行的天主 而這些微小的東西 現在我們也是在 我們慶祝了 慶祝著教會裡面慶祝 用彌撒 彌撒裡面 這麼偉大的奇蹟發生 又是藉著 微小的道路 待會拿著的麵餅 拿著的酒 很細塊 你後面那些都不知道 看不看到 是嗎 是細塊 一陣間將會領堅鎮的 幾位兄弟姊妹 你們將領的油是怎樣 還是畫在你們的額頭 所以不用擔心 不是畫畫你的臉 你們化妝的 不用擔心 我畫畫你的臉 是在你的額頭 這是一個標記 看得到微小的道路 但微小的道路 一畫在你的頭 降臨到什麼 是讓你圓滿地接受聖神的降臨 祂的七恩 祂的果實 只要你肯去接受 在裡面的 你成為了耶穌基督 一個的軍隊 這一份的恩寵給了你的 是少少的油給了你 是藉著微小的道路 也是給了你 一會兒你將會有一個 初領性體 第一次 也是這麼少的臉頂 但是原來帶動著你 推動著你 那份大愛 天主與我們同行 所以你們大家 現在我們放了聖母 聖英出來 一個聖母的 一個聖恩仔 為什麼要放他出來呢 讓大家看看 看看這個弱小的 這個弱小的馬利亞 一個嬰兒仔 但是我們呼求著她 這個的馬利亞 就會將來帶給我們耶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對聖母的前進 呼求聖母 聖母 帶給我們耶穌 聖母 給我們耶穌 而聖母自己本身 也是 神英小道 最普通的事務裏面 能夠帶動著所有 他也是 給到我們的祭 天主與他同在 要他同行 所以希望我們 能夠得到這份的平安 平安不是貿貿然 就這樣來的 平安是要我們忠於小事 忠於能夠和基督一齊同行 我們才能夠 從心裏面帶出來平安 然後才帶給家庭的平安 然後才能夠帶給社會的平安 平安不只是來簽約 一些協調 這些盟約就可以帶出來的 平安是由每一個人心裏面 要開始的